感恩龚同修的发言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陈国顺同修 和我们分享生怀肝癌被医生判为死刑 却通过修行心灵法门 肝癌细胞几乎完全消失 腹部肿块也神奇不见 肝癌奇迹痊愈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台长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也感恩所有曾经帮过我的人 各位同修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毕姓臣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把我接触心灵法门的神奇刺激 讲给各位乡亲听 感到非常荣幸 以前我的人生观 是凡事只有靠自己 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很努力地读书和工作 希望这一由读书 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想过 生命会是那么的脆弱 也没有想到 一辈子的努力 甚至自己的性命 会在一山那间 全部都化为乌有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是多么的渺小和无难 我是在去年 2012年10月底 检查出来肝脏有10.5公分 这么大的肿瘤 当时我被这个清天霹雳的 坏消息给吓呆了 一个人拿着检验报告 往往然地走到附近的公园去呆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因为女儿再过几天就要出生了 早已搬回梁家来待传 全家人都在心奋的期待 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现在坏事喜事一起来 人生真的是不破无常啊 我决定不让女儿知道我的病情 避免影响她作业组的心情和健康 难得我儿子很孝正 她主动的问主治医生 合伙换肝给我 让我换肝来保命 医生说我因为低颈肝瘤引起肝瘤化 所以不适合做换肝的手势 最后儿子决定用结婚来帮我冲醒 感谢夫杀的保佑 否则我这个家伙还不知道 要拖到哪一年才肯结婚呢 不过我们夫妻要求结婚的喜酒 绝不能有何海鲜 人真是需要多些绝对善言 入后才会有意想不到的贵人出现 我在这次体检之前 曾经去有的好友朱先生心机拜访 朱先生呼呼非常热心 他介绍如台长的心灵法门 给我们呼呼夫妻两 说他们儿子因为相信心灵法门 而脱胎换股 说实话 当时我还是抱着放信放语的态度 到是我老婆回家后 没多久就开始听王爹练佛经了 因为她说她相信朱太太的为人 和她所说的话 所以我告诉我老婆 我体检的结果是 她非常的伤心 她说我这辈子的为人很好 在所有亲友之间 都是被公认是个大好人 现在得了这种重病 连医生都判了死刑 所以现在唯有既往奇迹出现 劝我 劝我练练佛经 来求菩萨保佑 或许有奇迹出现 一次我夫妻两 于是我夫妻两就开始在家里 照如台长的书上 的方法 拼命的练精 练小王子 同时也 忙着找医生 看看有什么可行的 治疗方法 那是因为我家庭 家庭医生刚好放大假 不在澳洲 我们总能在家里 肝急症 还好菩萨保佑 遇到一位中医 建立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治疗 尤其圣诞节快到了 到处医生全都跑去度假 拖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 我的家庭医生一回来 我就跑去求健 他立刻帮我安排去见一位专科医生 非常感谢菩萨的保佑 那时候我在12月初就顺利接受治疗 不再受那种无聊期的等待折磨 组织医生也非常好 他对我说 总有机会 就要做 有做就有机会 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就真的什么机会都没有 让我听得真感动 去年12月中 我和我老婆第一次去观音堂 遇见了卢台长 卢台长很慈悲 帮我加持 还帮我看图腾 说我身上有一蓝一蓝 两个大灵性 我估计这两个灵性 应该是我去世的父亲还有母亲 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来 我时常做梦梦见他们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是要来跟我要经的 卢台长要我出事来改变我的体质 还要我赶快练小黄子 去超度我身上的灵性 还请义工们转告我说 不要病好了就不练经了 朱太太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打电话来说 只要卢台长这么说的话 就表示我一定有救了 今年2月8日我第一次回去医院护人 医生非常高兴的说 我的肿瘤只是下降了约93% 而且摸我的腹部硬块全都消失了 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 觉得练经练小黄子和晃生的效果真的太神奇了 自从我开始练经之后 几乎都没有再梦到我父母亲了 元宵节的第二天 我托我台湾的亲戚 帮我夫妻俩晃生了六千条石斑鱼 当天晚上我就梦见有好多鱼在水面跳跃 3月25日我第二次回去医院复诊 当时验血报告令医生也觉得很沮丧 因为我的AOP肿瘤组织竟然升高了 医生说我肯定是硬积不好 因为我对口无发疗药过敏 因此IC8没能有效的控制 我对发疗药过敏 所以我没办法出前剂量 我只能够出半剂量 所以他说可能5月底要再来做一次放射治疗 后来我们看了很多书籍才知道 有时候在癌症病情好转前 肿瘤只是肉反弹 并不代表是什么坏事 只要病人的身体状况感觉良好 那肿瘤指标反弹 反而是件值得恭喜的事 5月8号那天 我再回去医院照CT scan 也就是电脑断层扫描检查 10号那天复诊 我心里抱着 第二次的放射治疗 大概是打不掉了 谁知道医生看了报告 却说我的肝脏肿瘤的癌细胞 至少死掉98% 现在只剩下几点小白点的残存的癌细胞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 感恩大祝大悲观世音菩萨 但这与证实肿瘤指标反弹并不代表就是病情恶化 反而是表示病情好转的迹象 之前主治医生和中医生还劝我多出座来征回 所以增加注定的本权 还好 我小医生要我一定要坚持出宿 记得很多资料 证实出宿才能改 改善体质抗癌 但是 口服化疗药令我身体体重直线下降 我在五月初还抱怨说 没出分薪哪里可以征回来 结果五月底我会停 停出化疗药 才几天就胖了一公斤 两个多礼拜 胖了三公斤 一个月多一点 胖了四公斤 我老婆才说许愿出宿 还有放生烧小房子的功效立宪 这个太神奇了 如来讲的心灵法门好厉害 我不单单现在每天都出得下睡得早 还能去爬山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导佑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各位卢台长感恩 东方台秘制宿的同学们 心持胜痛 卢台长 华体安康 永住在宿 救度更多的有人人 感恩 000文 Templ大悲观世音菩萨 优arken 感谢观看